剑舅舅放话要打倒自己 狮王不以为意 反问舅舅想怎样解除夺射救下精灵 是破坏王神剑 还是将其与自己远远的隔离 舅舅也没有与他废话 直接使用暗支剑向狮王赐去 但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伤害 因为接近狮王的剑刃 受王神剑影响衰减了魔力 能夺取魔力看来是真的 不过无关紧要 我能击败你 舅舅再次一脸认真的放出狠话 看到这一幕的静闻相当激动 大呼舅舅拿到了主导权 还说就这样干掉脑袋灵光的家伙太棒了 结果被一旁的腾宫吐槽太吵了 而此时投影中的狮王也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面对舅舅的再次宣战 狮王依旧从容自若 他使出收纳魔法将王神剑放入一空间 并告诉舅舅即使是这样或破坏王神剑 也不能解除自己对精灵身体的占用 就好比即使破坏了一把剑 那把剑所造成的伤害也不会消失 而且遗憾的通知一下自信的手人脸军吧 刷显这个效果对于这边来说也一样呢 狮王边说边摆弄精灵的古代魔导具 其身后的骷髅军团手中 这也都拿着类似的长剑 并在狮王话音高落之际 尽数展开魔力剑刃 这是我沉睡前收集的 全部骑士团集魔导具 终于到了可以用的时候呢 来养手观看吧 无奈永恒军临于世的祸之主 狮之王 狮王得意地展示着自己的实力和军团 但舅舅的情绪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当即双持光剑暗剑发动攻击 以巨石砸向狮王 没有想受到装逼反馈的狮王 只好抬起手应对袭来的巨石 将之击碎后 大马舅舅是愚昧野蛮的混蛋 与此同时 舅舅新一轮攻势已经开始 一个装满水的袋子向狮王丢来 蛤 操作水的小把戏 这不是马上就会被篡夺吗 真是辛苦你了呀 狮王以不屑的语气嘲讽着舅舅 轻描淡写地化解了袭来的水魔法 却不料舅舅趁时发动兵魔法 打了他个措手不及 原来 舅舅猜测狮王的篡夺能力 可以夺取的仅仅是自己干涉的魔法 但对用魔法破坏的瓦力 或者被冻结的兵 这种二次效果的产物无效 事实证明 舅舅是对的 此时的他已经压在狮王身上 成功限制住了他的行动 狮王剑撞只能命令 骷髅大军营救自己 却不料骷髅大军 竟在一瞬间被尽数毁灭 出手的人 正是奥托姆和夏利欧 挡在骷髅大军面前的 奥托姆告诉舅舅 这里就交给他们 见此刑警的狮王 却震惊成了表情包 他不理解 为什么奥托姆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能行动 直到看见夏利欧手中的回复符咒 才终于理解了一切 原来 舅舅在二人倒下的时候 交给了他们回复符咒 符咒在奥托姆作为圣骑士的 回复能力影响下 效果翻倍 成功让身受重伤的二人 满状态进入战场 没了后顾之忧之后 舅舅开始想办法 解除狮王对精灵的篡夺 发动变身魔法 将右笔变成了魔杜龙的头 毒弦顺着嘴角 递在狮王身上 虽然将狮王 下成了表情包 但还是被篡夺能力 削弱的没有什么效果 于是舅舅又想出了一招 他拿着被毒侵蚀的肉块 逼近狮王 这种二次效果的东西 不会被篡夺能力影响 眼看着猛毒逼向自己的狮王 越来越慌 甚至怀疑起了 舅舅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救星灵 舅舅也做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 当然要救 魔毒对精灵很有效 首先要剥掉装备 就在舅舅手中的毒肉 即将贴脸的时候 狮王打开了收纳魔法 发动神威解放 王神剑穿过其手掌刺向舅舅 并划伤了舅舅的脸 就这样 精灵的身体昏了过去 压在他身上的舅舅 则被狮王成功夺赦 嘿嘿嘿 得手了 嘿嘿嘿嘿 神威解放状态下的直接接触 就是灵魂窜夺分育的条件 好嘞 我没说吗 嘿嘿嘿 夺赦舅舅的狮王 放肆而得意的笑着 却不了一空间突然在身旁张开 而后舅舅的声音传来 哦 收纳装备品 狮王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自己的灵魂便已经脱离舅舅的身体 被收纳魔法持续吸进一空间 我被吸进去了 搞什么东西 灵魂怎么可能是装备品 对于狮王的疑惑 舅舅耐心的予以解答 原来五分钟前 灵魂确实不穿装备品 但自己和空间的小精灵进行了交涉 确定平一开始的99秒以内 灵魂会被默认为装备品 这是刚刚决定的规则 是当时 那个莫名其妙的表情 预判 与小舅的对话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那个能力究竟是 就这样 狮王带着一系列疑惑 被收纳进了一空间 迷宫报死 自此封印完毕 静文和同工 虽然对这个结尾比较满意 但还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够完美 因为舅舅最终没有帅气的 说出自己的身份和能力 毕竟其沟通翻译的能力 是回到现实之后才理解的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静文让舅舅投影自己的脑补画面 以下便是新修版诗王战结局 是当时 那个莫名其妙的表情 预判 与小舅的对话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那个能力究竟是 翻译之际 反能说可 我和你一样都是转意者 你就永远在比方沉睡吧 新修版诗王战结局 赢得了舅舅和静文的一致好评 静文甚至要将这个版本 当作官方版 但这个强行篡感记忆的行为 却遭到了腾宫的反对 聊到这里 静文又询问起舅舅 为什么和小精灵交涉的时候 会露出那么奇怪的表情 舅舅则告诉他 当时的自己大概20岁 但连打零工的经验都没有 突然去搞这种 像是跑业务一样的工作 便露出了这种表情 也就是说 那是舅舅的射出表情 得知真相的静文和腾宫 十分震惊 都感叹舅舅真是辛苦了 舅舅则告诉他们 当时精灵的情况相当不妙 自己不拼上老命是不行的 就在此时 投影中传来了 舅舅呼唤精灵全名的声音 在舅舅的呼唤下 精灵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感谢观看